左右手使勁猛暗賽車奔馳 儘管體積小但 AI 效能提升 遊戲畫面更流暢 PC 大廠電競掌機陸續問世 繼華碩去年推出手帶 ROG i-Lite 微星的 MSI Cloud 後 紅機也有新機 旗下首款 AI 電競掌機 搭載 AMD 技術 以及 144Hz 超高螢幕刷新率 玩 3A 遊戲時視覺效果進階 操控敏捷 除此之外配備 7 吋 FHD IPS 觸控顯示 能放進口袋 但讓民眾熟悉的還有掌機始祖任天堂 像是寶可夢系列 或者是像登天堂的瑪利歐系列 從出到現在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其實不管是各種遊戲 或者是任天堂各個IP之下 都還是有它的常駐遊戲在 掌機平常 它出的遊戲就是它的主機推得動的 以前都沒有打考慮去買掌機 遊戲商機今年上看 1900億美元 掌機大戰任天堂Switch 增加電池容量 搭載 OLED 面板 續航力更長 而 Steam Deck 幾乎完全相容 Steam 介面簡單易懂 而滑收 ROG i-Lite 規格或散熱結構高規格 媲美迷你電腦 打英雄聯盟 也不卡卡 專家分析遊戲掌機除了晶片廠 分為Intel 跟 AMD 兩大陣營 相容性也分為 Windows 和 Steam 系統 玩的遊戲也不同 各有千秋 就看民眾如何選擇 TVB的新聞王信堂 李仲宇 台北採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